抗戏在位的时候,国家还是温定不断的,特别是在青年时期,三白之乱,更是让它伤脑筋,而它也有意借着次平乱来稳定国家的政权。 其实那时青桥已经在关内差不多有三十年了,不过民间还有很多的反清势力,而吴三桂那时候的叛乱像一把火把整个反清赋明烧的热火朝天,很快吴三桂就一路杀到了湖南等地,加上各地的反清势力也趁机作乱,这样以来差不多半个南中国都在叛乱军的手中,而那时候的康熙正是不到二十岁血气方刚的年龄。 他一听这事就要先自出马,幸好被打成门力圈,不然估计就直接杀到前线了。 其实事情会演变成这样还是有朝廷的原因的,他们没有准确的估计到吴三桂的势力,以为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势力不会成庆后,只要把齐一出手,马上就能摆平的。 但没想到的是巴齐军不仅没有完成任务,还直接被齐一军打得没还手之力。 后来巴齐军驻兵在荆州长江北一带,潘军在长江南一带,但巴齐也不敢轻易的过江,这样一来潘军士气大长。 大家也许也觉得奇怪,本来清兵入关时的战斗力可是非常强大的,一般都能以一地时,大和明朝的政府军打不着北,为什么经过这么二十来年,就变成这样了? 这理念其实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,一个是当时的巴齐刚刚入关后,因为不断的战争实战,有不少主力慢慢的伤亡。 后来补充上来的显然没有,之前的战争力强,在一个是清兵静观多年并迷大的战士,所以慢慢的适应了和平的生活,一下子打仗也没有之前有猛了,幸好还有一只录影可以用啊。 这是当初顺制地新增设的一支军队,主要标志就是绿旗,以营为单位,所以叫陆营。 当初成立的时候也没想这么远,就想着遵守一下边疆而已,这时候没办法就派上去吧,没想到的是陆营居然战斗力爆表,在与吴三桂的交战中完全没落下方,把原来把旗的威风全打出来了,这样一来陆营就成了主力部队。 一直奋斗在最前线,后来据统计,康熙皇帝差不多用去了八年的时间,来平定这次三番之乱,而在这次持久战里,前前后后出场的陆营军队,差不多有四十多万人,已经成为了清军的主力部队。 也为这次坦乱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,从那时起,陆营就取代了八旗军成为了政府军,作为国家的主力作战方阵,也慢慢的积累着数量,后来规模达到了差不多六十万人。 有意思的是,过了很多年以后,陆营经过几年的太平日子,内部开始矛盾和腐败,慢慢的也跟着八旗军的当初一样,慢慢的战斗力一年不如一年。 后来前隆皇帝那时候,在一次阅兵中,发现曾经凶猛的陆营军们,居然射箭不行,起码也出现摔下码的情况了,而冰让了个陆营军队,到后面还被小规模作战的白连教教做人了,免责猙獰,文中突片引用具网,落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